从吉隆坡出发 慈少准备前往试根庄稻田 约一个小时半车程 城市孩子卷起裤脚体验一日农夫 住在城市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稻田 他们来见识会增加他们的监管势文 就是这样给他们体验一下 以前农夫那种辛苦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米饭就晚饭了 是吗 我们的饭这个字是怎样写的 你把它分开 中间破开 十 饭 六的十 六的十 这样 你看你一粒米哦 你可以生五只那个 然后如果一直有十粒就有五十粒啊 所以你弄掉粒米在地上哦 其实就是损失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饭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从小小的开始 然后就扩散它的影响力这样子 我体验到其实米 一粒米的来源是真的很难 然后如果我们要吃一碗饭的话 要经历到一百一十天的工作 它才可以完全体验出来 其实弄出来一碗饭 如果把外壳给去除掉 留米咖 配乳 还有配岸呢 就是糙米 糙米它的影响成分可是很高的 因为了解而更珍惜盘中餐 这一趟除了收割 还只也认识稻米生产的过程 避免那个米从它生长的话 或者是想要放它更久 你可以把它包米换去冰除 这样呢可以保存至少两年 这样的体验的话 如果这个持续团体的可以 继续提供这些机会给这些小朋友 我本人非常愿意 如果时间配得来的话 不是说各道与 如果是在一些插秧啊 除草啊 整个过程从造成到了每个细节 如果说他们有愿意来体验 我都愿意把我的经验解说给他们 感恩师姑师伯 一直以来都是池少男的 中风党女的冰封港 盘选下孩子满载而归 背后是一群师姑师伯们默默在成就 除了体验之外 他们还有就是会说 会去思考 比如说在直哨班学习到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展现出来 对人有礼貌 做事专心 而且呢就是说呢 不要做一个势力的小花 做每件事 不管做任何事 都要用心 用心才可以做好一件事 体验一日劳作 孩子感恩农夫 也学到要像稻穗一样 越是饱满 越是弯腰的谦卑精神 大约新闻真善美志工 李文坚 胡永雄 谢爱芬 马来西亚报导 卖星辰美志工 来,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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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中文字幕——YK